男女生不看愛情文藝片 原因很簡單 為什麼你們不能陪我們女生 聽那種愛情浪漫片 就男生陪女生看這種片 會做電腦好像教育片一樣 不要把我們投射成 愛情片裡面的男主角 對 前陣子韓劇不是在風行嗎 然後都民進是一馬來的 後來就每個人就要求我們說 欸 一定要去 瀏海瀏海 你這樣多文男POG啊 欸 對 男女生的想法大不同 就算是情人 也容易為了小事吵架 而男女之間 會為什麼小事爭執呢 我最受不了他 就是帶我去看電影 然後看到我打殺殺的那種片 因為去玩電然後打電動 都是LOL啊 看鬼片 每次在看又在叫 呃 其實他帶我去哪裡 我都很喜歡 只是 呃 比較害怕他 他帶我去見他的家人 因為我會覺得有點害怕和尷尬 我最受不了我男朋友叫 帶我去辦公室 例如說去銀行 他辦事 開戶頭 但我都不知道做什麼 身材也會一直等 你覺得是小事 我覺得是天大的事 對對對 你覺得是天大的事 我覺得是芝麻綠豆事 就是這樣 每個人對大事小事 定義不一樣 對 沒錯 所以今天就要好好把這些事情都翻出來 來 解釋一下 到底是大事小事還是無聊找事做的 那你今天都沒有出帝我穿衣服嗎 有 天啊 沒有 蠟雞王 這是大事 蠟雞王 這對我來講 這個是大事啊 上半身的解放 我們女生就會注意好了嗎 你這樣起來很難怪我 納豆哥 除非你眼裡沒有美人姐嘛 不敢當男人嗎 我有一種景仰的心 我會這樣偷看嗎 我可以這樣嗎 我可以嗎 我對你受不了了 我對你受不了了 我們都不好意思開口了 對啊 你真心 我們來今天團結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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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之間相處 究竟容易爭吵哪些問題 今天邀請了十位愛情女人團 跟你一起來討論 而顏麗婷 Gigi 及你兩姐 三位女人代表 要來控訴男人們 總是做了哪些事 會讓女人發火 相對的 男生的控訴代表友 江維中 哦 是KID 究竟女人有哪些行為 是讓他們也看不下去呢 首先 第一位男人代表KID 總是對女友溫柔的他 今天要來控訴受了什麼委屈呢 我要控訴女生 怎麼樣 每次呢 都要我們去讓他們女生的聚會 好 這就算了 好 吃東西 本來很餓 你知道嗎 他們 點了什麼 就是那種像鳥籠一樣的那種甜點 馬卡龍什麼 都吃不飽 然後飲料就是那種 小小杯的也喝不完 然後在那邊聊聊聊 你也不能插嘴 因為你插嘴他們就會說 欸你幹嘛插嘴啊 然後可是他們講的 又缺少是男生的壞話 然後講的男生就罵在你身上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那我去幹嘛 你懂嗎 就是我去就是好像給他們罵的一樣 不要去啊 不要去他沒有去就是 不能不去 不能不去 還真的不能不去 還真的不能不去 不去就說怎樣 我要你出來是要你讓我跟我姊妹就是認識一下 融入 為什麼你就不想要認識我的姊妹們了 是啊 那你去是給你面子耶 對啊 給我面子 可是出去還要被罵 這樣對嗎 沒有金子的風度 被罵現在是怎樣呢 女生會帶男朋友出去是希望就是讓他放心 就知道我們其實這些女生出來我們就只是這樣 我們也沒有他嘛 我一般碰到的女生也讓我們的姊妹了解他 對啊 所以你希望女生不要帶你去她任何的姊妹套的聚會 或者是說可以就是 欸我可以帶我的一兩個好朋友 就比如說Paul哥啊詹老師這樣一起去 可是他們不要喔 他們就說欸我又不認識他們 然後就是他們女生就一起討論討論討論 然後就罵到我身上 就說喔我男朋友才這樣耶 可是你男朋友在旁邊耶 那你就要檢討啦 就如果你沒有做這樣子的話 你也不會 那我們不要邀你去 你會一直在那邊打電話吹什麼時候結束 什麼時候結束 對啊 你會一直追我們來了嗎 就是我們如果去了你們的聚會 你們好歹把我們加入你們的談話內容 那也OK 有啊 有啊 然後我們去的時候有一次我們就是在感冒 也去 好不容易去了跟你們一起去 想說反正人道就好 對不對 然後呢昏昏沈沈也不知道在講什麼 就一直在那邊點頭點頭點頭 後來我就聽到他們那些 那些女生朋友那些姐妹 然後就吸吸出說 哎呦沒想到你男朋友除了沒頭髮以外 臉也好臭喔 對 怎麼會這樣 然後他就一直說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我男朋友臭不是不是我的錯啊 對不起 我回去好好教訓他 你看我們只是真的人道了 你們都不行一定還要笑臉贏人才可以 這也太強人所難了吧 對不對 你假笑一下會怎樣 可那天就感冒啊對不對 好歹我們都已經拖著病之後 我還跟他說我感冒可不可以寶寶 沒有沒有那個我覺得像有心聲 因為你擺名字你就是去就是不開心 所以你就是一個臭臉去 沒有我跟你講這個齁就是要講 因為我們為什麼這個KID 要進行這樣的控訴 對 就是因為今天你們姐妹的套的聚會 其實他們真的沒有人想去 啊你們一樣我們去 我們男生在聚會 其實我們也沒有人想要你們來 我們就叫你不要來啊 所以我們就是 大家尊重比賽 沒有其實有時候 像剛剛KID你講說 我們去我們姐妹去在一起會一起 互相討論對方的男朋友哪裡不好怎麼樣 其實都是男人在說話 我們偶爾需要一點男人的聲音 我們有時候譬如說 欸為什麼你男朋友會怎麼樣 可能是我們會問說 欸為什麼你們男人會這樣 就是問意見 所以其實你的出現在我們姐妹套聚會 是有幫助的 所以你是被認可的 對 像你要帶他們兩個嗎 但是我要回答的我也是要選擇耶 我不可能說 欸對對對你們講的就是錯 就不對這樣子 來來來等一下等一下 你們邀請過男朋友去參加過姐妹套聚會 你的姐妹套聚會的情緒圈 意思意思問一下 對啊 為什麼你要邀請 其實我這樣比較私心一點 就是我的工作比較忙 所以我平常其實 如果可以跟男朋友約會的時間 就是我下戲之後 那我難得有空 我其實比較想要一心二 對我希望我可以姐妹也可以 一心二用 又要愛情又要友情 順便 就好爸媽打來一起對不對 一心二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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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三鳥 一心二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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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要待多久 當然是待全程 你看 對啊 那如果是要認識一下 打聲招呼 我買完蛋我就可以走了 先幫你買完就走了 這樣子才更工具 好嗎 我希望你們可以加入我們全程 姐妹套跟愛情 希望我可以聊 全程是OK 對 不要哭哭啼啼的 講你 那個男朋友欺負你 哪邊有怎麼樣 什麼很哀傷的事情 聽了整個負面能量很強 真的 受不了你 我也是人 每天聽那個 感到的事情 對啊 沒有我是說有時候像 比如說聊完了 跟她姐妹這樣聊完了 回去之後 欸 以為可以好好睡覺 不是欸 秋後算帳 繼續講說 欸 為什麼別人男朋友可以做成這樣 而你卻弄成這樣 就開始在那邊吵 不要吵 被死掉 真情流 我今天穿這樣子就是要很斯文 不要 我感覺到前面都壓抑 我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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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到底要男生怎樣 對啊 對啊 全程參與坐在那邊 又要全程 然後又要那個 然後呢 參與我們的話題 因為有時候其實 女生跟女人的話題 有時候男人加一點意見進來 我們才可以平衡 才可以知道 原來我男朋友 她的男朋友可能是這樣子想 她也可以回去去想 對 所以妳把妳的男朋友認為 她就是可以把很多場面都處理得很好 她是畫夾子一開就不會停 她是很可以跟別人這樣溝通的 妳先搞清楚妳男朋友的個性是什麼 妳把她一發到這樣的地方 不是大家都很不舒服嗎 對啊 對啊 就是這樣 那我們坐過去好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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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講錯話 沒有 沒有 講得很好 很好啊 妳幫她講得很好 雙肯 我會跟你換位子對不對 這個女生再打出來打 沒有啦可是 這有點道理 但是我覺得 男生你可以跟女生好好解釋吧 對不對 妳就坐下去 妳去 然後跟她講說 寶貝這個話題 我不是能夠很大的想 對 但是我已經認識妳的朋友了 可是美人姐 我們稱讚男朋友的時候 我們會稱讚給朋友聽 然後我就跟我的男朋友講說 你看吧 我真的有稱讚妳 然後她說 是嗎 真的有嗎 我說真的 我就稱讚妳給他們聽 我稱讚也想讓她知道啊 不是只有講妳們壞話而已啊 妳們好負面喔 沒有 男朋友 妳稱讚她都不相信 還要這樣證明這種人 妳還跟她在一起幹嘛 她會覺得是真的嗎 我說是真的 妳幫妳自己來聽聽看這樣子 還要這樣證明 還要這樣 這樣很假喔 對啊 特地叫出去稱讚 那種事啊 好可以 對啊 李亮姐妳帶男朋友參加 姐妹她會有暗號 其實我沒有說那麼嚴苛 一定要男朋友從頭呆到尾 但是我跟她講說 如果說這個話題妳不喜歡 或者是說妳不滿意的話 我每個暗號都會說 我想去買香蕉牛奶 香蕉牛奶就是我們的呆 非常的正常 怪怪的 不是啊我們一定是在餐廳聚會嘛 那我們要去吃 我們就去買香蕉牛奶 結果有一次弄腳沉著 她有一次在那邊聽一聽聽 聽到我的姐妹在那邊抱怨她男朋友 她聽不下去了 因為她 因為我必須老實承認說 那件事情是我姐妹不對 可是問題是站在女人的立場 有時候我們也不能跟她 話說得太難聽了 就只能用安慰的話題來告訴她 可是我男朋友聽不下去了 男朋友跟我講說 欸寶貝我想去買香蕉牛奶 我那姐妹說 香蕉牛奶 欸